我们中国的五千年历史就是讲了一句话 一碗米养个恩人 一锅米养个仇人 你说你还想这话真假 今天你们要是好朋友 或者他是你儿子 或者他是你的朋友 你对他一锅米 一碗米就好了 就是普通好就好了 你不要对他太好 对他太好以后 他哪天就恨你背叛你 为什么 因为你有一天你忽略掉他 只是暂时忽略而已 或者是你对他的感谢的 是表示的方法 跟他心里所想的不一样 他就开始恨你 所以真的都能害你的 一定是你对你 一定是你对他最好的人 最好好到后来呢 有没有 莫之胜了 通通又莫之胜 在最后的时候看到 所以你说你很伤心 很难过跑到这边来 我就跟你讲 害你的一定是你对他最好的 你什么都好的都给他 就他才害得到你 所以要死于本 刚开始说到警戒 不要给他一锅饭吃 然后比如说我用个司机 给他用完一个两万块就好了 那我们一年三大节 过年啊中秋啊端永节 给他带点你回去就好了 那家里面如果有几时 我们就一大 好我是这样子带人的 结果他给你带 你没事加他两千三千 加到后来加他三万 他就背叛你 为什么 他认为他值三万吗 他今天会这样子 都是你搞出来的 懂不懂的 所以在末世上的时候 所有天下之害都是在末世上 所以你要去检讨你自己 为什么要对他那么好 然后害他变成小人来害你 我也是 你当时你一般人只看到表面上 我被害了 就没有想到你此作勇者是你 我也是 谁叫你对他才好 好所以记得啊 一碗面养个恩人啊 一锅米养个仇人 好 好 bach 初 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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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